世界经济论坛这个组织创办人兼执行董事 Klaus Schwab出席了G20 我不知道他在那边干嘛 因为照道理说G20是一堆国家领导人聚集起来讨论世界未来方向的地方 他只是一个经济分析师吧 他出来说他们要彻底的转换或者是改造世界 当然,如果我们看着所有的挑战 我们可以说到一个複装的货币 一个经济,一个政治,一个社会,一个社会 一个社会的货币 但实际上,我们必须要与其他人的货币 是一个深刻的, sistemic, unstructural restructuring of our world and this will take some time and the world will look differently after we have gone through this transition process politically, the driving forces for this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当然,我们必须要与其他人的货币 是一个複装的世界 它们的货币 让我们的货币更改变化 听到了吼? 转变成一个multipolar world 多极的世界 我每次提到什么大重启啊 还有世界经济论坛的议程 追根究底就是为了一件事情 就是摧毁美国在这个世界上的影响力 他真的是一个完美的007的坏人 我看几次就觉得他是坏人几次 他那个德国纳粹的口音 我们未来的美好世界里 你们都不需要食物 你们有无限的蟑螂还有炸猫可以吃 你们会全部坐在胶囊里面 跟香港人一样 然后世界就和平了 因为没有任何国家存在 不好意思 Swap先生你是谁啊 代表哪个国家 是哪些人民选举你出来的 我是这个世界的领导 you eat bugs 你会吃虫 you own nothing and be happy 不是我只是想要知道 你到底是谁 你到底想干嘛 但是某层面上他是观察入围的 很明显他是在给这个世界很糟糕的想法 跟未来的方向 但是他形容的方向其实是正确的 常常那些很糟糕的想法会导致杀人 经济崩溃那些人 他们看到的那些问题是存在的 例如像说马克思 他的马克思主义 对于当时的资本主义的这个社会观点 是很入围的 什么最低工资啊 资本垄断啊 压榨员工啊 超时作业啊 工作环境恶劣啊 这些问题当时都是真的存在的 只是他的解决方式非常糟糕 会导致大饥荒 暴力推翻政权 整个社会瘫痪 那这位Klaus Schwab也是一样 现在世界的方向就是在往脱离美国影响力 变成一个多极化的世界 某层面上这个东西最大的阻碍 就是MAGA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让美国再次伟大 不是在说什么我们再次减税 或者是再度变成更个人主义 或者是再度让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而是让美国再度伟大 再度回到一个伟大的国家 对象美国要毁掉了 要变成一个多极化的社会体系 这就是我们在面对的 川普总统是在雷根总统之后 再度掀起一个爱国主义 伟大美国主义 那美国是不是还想要在国际舞台上面 当一个伟大的国家 这目前不是很清楚 在美国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 好像都不太确定这个东西 至少左派好像蛮确定他们不要的 他们想要变成世界政府中的一个棋子 美国这边的右派好像也是世界政府的一部分 但是这个就是我们在奋斗的东西 这个就是我们在抵抗的东西 身为一个MAGA的支持者 我们对抗的就是全世界的力量 这个想法很危险 但是却是重要的 这个世界最终目标就是创造一个 掌管一切的世界政府 政府就是这个样子 由他们掌管一切 彻底摧毁我们的自由 而唯一可以阻止的 就是一个有道德的 有美德的 有信仰的 而且强大的美国 而这个就是我们的目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